花莲市公所最近几年推出了路灯任养活动 而岁末年终各界爱心不断 温情姐妹会、金峰集团还有蔡庆峰医师 三个单位共同捐赠了87000元 任养了花莲市87盏路灯 市长魏嘉贤特别颁发感谢 重要也感谢爱心的社团和民众共享盛举 点亮花莲市的道路 岁末年终各界爱心不间断 温情姐妹会、金峰集团还有蔡庆峰医师等三个单位 共同捐赠了87000块钱 要任养花莲市87盏路灯 市长魏嘉贤感谢各个单位爱心奉献 除了可以减轻市公所财政负担 也可以照亮别人 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让更多乡亲加入任养路灯行列 连兰每一盏路灯是政府应该有的责任 也谢谢我们民间的力量的大地协助 花莲市公所一年的路灯的费用是2000多万 对于一个我们花莲市来讲 是一个财政蛮大的一个负担 那由于有民间的力量挹注 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力量 共同来捍卫大家的安全 那我们相信每一盏路灯点亮之后 不只是保障我们自己的安全 也可以保障家人的安全 那也希望点燃路灯 点燃大家心中的一盏灯 保障大家的安全 那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民众 不会因为没有点燃路灯所造成的意外 温情姐妹会会长表示 灯亮路名才能够保护所有的人 免于黑暗当中遭受伤害 因此姐妹们也希望可以为社会公益 来略据绵薄之力 温情姐妹们大家拿出爱心 希望我们花园市是一个观光市 所以把每一条路能够给人方便 安全方便 然后就是把路灯全部希望能够开 110年度的路灯认养活动已经开跑 认养路灯的缴费收据 还可以作为所得税扣缴捐赠之用 有意愿的民众可以向花莲市公所财政客来掐寻 记得徐立琴如以会花莲市报道